走遍祖国大江南北 我们用不一样的视角 体味百姓幸福 发现中国辉煌 爱家乡 爱祖国 我们共同描绘 践行中国梦的美丽篇章 新中国65周年华诞之际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骄傲 为华夏特彩 中国这么大永远读不完 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 江苏广电总台新进推出的 全媒体大型系列节目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我现在是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 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城市中心广场之一 可以说这个塔是从一个侧面 向我们展示了江西 这一红色摇篮的前世今生 那么在我脚下这块历来 被称为无头除尾岳户敏庭的土地上 有哪些精彩 等待我们发现和挖掘呢 我们的江西之旅 现在开启 江西景德镇瓷器 郁郁满天下 千年此都 今天焕发出怎样的魅力 我国首架大型民用直升机 凭借什么 翱翔于高原的天空 赶州古城 九百年不落的神奇诀窍是什么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带你走进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 探尋江西的无惨风云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 山清水秀生态宜人 是中国最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 我们江西之旅的第一站 将前往有着中国革命摇篮之称的 红色圣地 景岗山 我刚才进入这个景区的时候 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在这个景区游览 有一项小小的福利 就是当你游走山林的时候 除了可以观赏美景之外 还可以听到阵阵的歌声 景岗山的山谷里 为何会有歌声传来 唱歌的人又是谁呢 好像在这边吧 真是 你好 大姐 是您在唱歌吗 是啊 是我唱的歌呀 唱歌的人名叫江晚凤 景区里一名普通的保洁员 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18的年头 一开始工作时 哼唱几声客家小调 大多是信之所致 后来她发现 很多游客游览到一半 就体力不支 为了给大家鼓劲 她就在山顶唱起山歌来 不少游客竟真的循着歌声 一路爬上了山顶 这个大姐唱歌啊 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轻松 都不累了 听到了大姐唱的那个歌 我今天好稀疼的 江大姐告诉我 这首歌用现在的话说 绝对都是原创的 因为这个曲调 是您自己慢慢哼出来的 是的 这个歌词是源自于 江大姐家里面一个 有很多年历史的老歌本里面的 那这个歌本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去江大姐家看一看吧 在江满凤的家里 我们看到了这本 记录了三十多首歌曲的歌本 你知道这歌本背后的故事吗 原来啊 这些歌都是当年一位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 要问这位老红军是谁 他正是江满凤的爷爷江志华 我也是二十年去参加革命的 然后在部队里面呢 他就是个宣传兵 他一边唱歌还写歌 留下了个歌本给我 那个歌本呢 后来我丢掉了 就是一失了嘛 然后我就把这歌本里面的歌 重新打印一本出来 小小的歌本 忌妒了老一代革命者的奉献与牺牲 现在他们中很多人已然不在了 但他们这种坚定信念 勇闯心怒的井冈山精神 却如同这歌本一样 被一代又一代的井冈山人 视若珍宝 心火相传 微微五百里井冈 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 众多的革命遗址和英雄事迹 是留给当代人宝贵的精神丰富 每年有无数人到此参观学习 这在让人们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推动江西红色传承的同时 也拉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江西风景秀丽 资源丰富 拥有庐山 井冈山 三清山 龙虎山 等11个风景名省区 江西庐山和三清山 先后作为文化遗产和江西自然遗产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还拥有亚洲最大的铜矿 德兴铜矿 金 银 乌等十多种矿产资源储量 也居全国首位 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县境内 发现的高品质黑滑石 储量更居世界之首 从革命圣地里摇篮 我们在驱车前往有着 中国直升机摇篮之称的 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这是中国唯一一家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中国国产的军用及民用直升机 几乎都出自这里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 就是由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自主创新设计成功的 中国第一架大型的民用直升机 AC313 他们曾经翱翔于青藏高原 飞越高达8000米的高空 也曾经在零下40分的严寒当中 创造新的飞行计计 那么中国第一架大型民用直升机 是如何诞生的 其背后又有着怎样 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 一架架直升机 搭起一条救援空中通道 在这些救援大军中 国产直升机数量少 而且高原性能严重不足 看着那些租来的直升机 往返穿梭时 AC313的总设计师徐朝良 被深深刺痛了 作为我们就说 你是国家的这样一个排头兵 你做不出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 你是什么感觉 在那之后 大型直升机AC313 开始正式出现在 徐朝良的设计蓝图中 就如同小鸟要飞翔 必须拥有强劲的心脏和强健的翅膀 大型直升机要想翱翔蓝天 发动机和旋翼两大核心技术 是重中之重 和以前的旋翼相比 徐朝良不仅优化了旋翼的形状 增加蒋液数量 还对它的材质进行了大胆的改良 整个直升机复合材料使用量 达到50%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那么作为迄今为止 亚洲最大吨位的直升机 在实现重载的同时 又如何保证它在特殊环境下 具有持续而稳定的动力呢 徐朝良和他的研发团队 想到了一个奇招 给AC313安装上了三台发动机 那么我三台发动机的话 单发失效的话 它只能够少掉了三分之一的功力 那么我能承受的载荷 和它的安静性的提高 2010年 AC313首飞成功 填补了五国大型民用直升机 生产的空白 2011年9月 AC313飞越海拔8000米 创造了国产直升机的 最大飞行速度记录和声线记录 实现了几代直升机人 近藏的梦想 每一次记录的刷新 每一次半顶直升机的技术高峰 都倾注着中国航空人的 无限心血 更是中国航空事业 不断先行的最好见证 我的理想梦想 反正这样的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里吧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要我离开这样的直升机 感觉到自己都不敢想象 江西人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交往 1954年 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出效物 就在江西腾空而起 开启了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发的历史 2009年 江西宏都昌河成为我国大飞机项目的首批9家国内供应商之一 拿下四分之一的大飞机机体制造范围 与此同时 一个占地25平方公里 投资300亿 有着中国西雅图之称的南昌航空城 正伐地而起 它将其大飞机项目和国际航空工业转包生产为一体 成为以航空工业为主体 相关产业里依托的综合性现代化新城区 航空资源大省江西 有望通过建设航空城 参与大飞机研制等 全面提升航空制造水平 这不仅成为助推江西崛起的重要点前 也势必让中国制造再次引起世界瞩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城江西中华一角的 还有这些融建筑 雕塑 工艺 绘画等精华与一体的古戏台 乐平人爱看淡剧 村村有戏台 412座古戏台 建筑时间从明清至当代 跨越500余年 乐平因此被称为中国古戏台之乡和古戏台博物馆 这个群领设计被称为早景 在戏台上起到吸音的作用 虽然在当代早景的设计原理已然不是秘密 但早在一百多年前 乡野之间的能工小匠就将此融于建筑之中 即食用和文化意义为一体 让人不禁赞叹 早就是水早的早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建筑都是木构建筑的 它很怕火 那么老百姓就取义它 水火 它这是相克的 它有个很强的意愿在里面 原来取名早景 就是希望能以此压伏火魔的作祟 护佑建筑物的安全 小小早景 以及这一幅幅银莲扁鹅 无不折射出江西悠久深厚的文化地域 这些名人归宝 一起成为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江西值得人们记忆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很多 在它的南大门赣州 人们至今骄傲于九百年前 一位古人的智慧创造 我现在是在江西的南部城市赣州 这里是城内的三江会合处 在我的身后呢 张江和贡江是合二为一 形成了江西的母亲和赣江 赣江合处于赣州老城区的北部 由南向北纵贯江西全省 江西省的简称赣字即由此而来 建村门外的江面之上 长约四百米的古浮桥安静矗立 它是建于八百多年前 由一百多只小船相连而成 并用钢岚铁矛固定在江面之上 如果说古浮桥让我们为江西人的 聪慧灵巧而称道的话 建于宋代的福寿沟则会让我们对江西人的创造能力感到敬佩 每逢暴雨来袭 赣江江水水位都会上涨 城市内涝是一大隐患 然而九百年来 这座三面环水的古城却从未受过水涝之灾 这都要归功于福寿沟 这套深藏地下的排水系统究竟什么模样 它又是如何确保古城不涝呢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通风唤气 顺着两米多高的浮梯往下 我们终于见到了九百多年前的下水道 福寿沟 我现在呢就是已经下到了福寿沟的底部 其实目测它不是很宽 大概宽度在一米左右 高度在一米四左右 因为这个福寿沟呢 其实它是雨无河流的 所以里面这个味道有点大 闻起来还是很难闻的 我们一起到里面再去看一看 福寿沟呈砖骨结构 由宋代的青砖和马条石构建而成 那么这条长12.6公里的排水系统全貌如何 又为什么叫做福寿沟呢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赫州城市规划展览馆 在这里福寿沟的全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据史料记载 在宋朝之前 赫州城也常年饱受水患 北宋新宁年间 一个叫刘怡的官员在此任知州 他根据当时接到的布局和地形特点 采取分区排水的半把 建成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 因沟行走 是如转体的福寿二字 古得名福寿沟 寿沟排城北之水 东南之水则经由福寿排出 福寿沟合理就合理在哪里呢 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整个城区的 因为城区它是高低错落的地势 那么他依据了高低错落的自然地势 来解决水流向问题 其实福寿沟只是整个赫州排水防洪系统中的立法 刘怡还在房前屋后开挖民沟收集雨水 并将福寿沟与城内新如密布的水塘相连 大大增加了暴雨时福寿沟的调节容量 不过每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 还是会出现江水倒灌入城的情况 那么这个问题又要如何解决呢 答案在这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刘怡根据水力学原理 在出水口处修建水窗 在路窗看来 水窗是一项最具科技含量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它不是有个盖子吗 当这个江水遇这个出水口的时候 它就自动往外排水 如果说当这个江水高于这个排水口 这个盖子的时候 它就通过江水的压力自动把这个盖子灌闭 然后就使这个江水不往里倒灌 现在福寿沟的木制水窗早已换成了金水闸门 它的成功经验 也正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建设者借鉴学习 应用到当下的城市建设之中 来自古代的工程 让金人受益 更给金人以启迪 在传承与保护古代遗存的基础上 江西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如今这里不仅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3.1% 成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 古老的母亲河滋润着这方土地 也见证了今天人们的幸福 千里干江纵挂南北 这条千年黄金水道 成就了江右商帮千年辉煌 也使江西成为我国古丝绸之路的 一个重要货源地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 景德镇瓷器 就是通过这条水路走向世界 走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美丽的瓷路灯 时刻提醒着我们已经置身在千年瓷都了 千百年来景德镇的瓷器也在这得到了传承 也在这儿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这里古称昌南 有着两千年的至瓷历史 据说英文差那一词 就是从这儿得来 千余年来 这里至瓷业及历代民谣之大城 会各地记忆之精华 延续千年的摇火 稍造出享誉海内外的精品 经历过元宋清三代瓷业的辉煌发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越南 是一个从宋代以来到现在活着的一个资源 我们来到三宝村时 正好一炉瓷器正在烧纸之中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座窑 不属于传统的柴窑 也与新型的器窑有别 借助多年海外游学积点而成的国际化视野 李建深努力把西方文化艺术观念 巧妙地融入当代瓷器的烧制之中 从李建深作品的造型上色等方面 我们仿佛能感受到李建深的创新实践 不仅如此 他所创作的新官窑和新民窑作品 均是可以使用的器具 能够承载实用和审美双重功能 我所呈现出来的 是当代人的这样一种清新 是我们现在审美中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觉享受 是近距离可以触摸的器物 如果说李建深的陶艺作品 在努力将传统与现代在传承中创新的话 那么他的另一件作品 三宝陶艺村 则更显示他对推广陶瓷艺术 倡导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看重 三宝村是李建深在景德镇建立的一个世外桃源 还原中国传统的陶瓷生产场景 为景德镇陶瓷的国际化参与提供可能 是他的建村目标 建村之初 李建深就提出了驻厂艺术家的概念 他为来到这里的杨景飘们设立工作室 安排他们深入到作词的美道工序 参观各个窑口 亲手烧制作品 让他们亲手触摸中国千年词文化的脉搏 感悟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宝村成为人们进一步了解 中国瓷器文化 了解江西景德镇的窗口 每年都有众多的外国艺术家来到这儿 将这儿作为他们心灵的家园 他们带来的不同观念和创作思考 也激发了这里乃至景德镇的创意生产 拓宽了现代景德镇瓷器的国际市场空间 从2009年开始 景德镇通过每年一两次的点火覆烧 延续古代流传下来的记忆 每个周六举办的陶瓷创意集市 则又从另一个侧面 给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增添了活力 景德镇 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正因为各种不同力量的汇聚 不断地创造传奇 兴盛至今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 如今 推进新能源 新材料 航空制造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加速崛起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建设生态文明 已成为江西发展进程中 最为响亮的号角 绚烂的红 清脆的绿 如玉的白 还有厚重的古色 正为今日江西 增添独特的亮丽风采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这是泰国领袖毛泽东 1934年在江西写下的名句 时日今日 这依然是这里 山川人文的真实写照 今天我们站在藤王阁边 在这个目睹过 落霞与孤雾齐飞 也曾经沐浴过 历史寒风细雨的江南古楼前 我们相信 这千年名楼 一定会和 此都古镇一样 为红色摇篮的变迁自豪 为百姓的绿色生活喝彩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乘风的鸡 残风俗雨 我处处寻放你 一段段来解读你 古老的秘密 多少感动令人难忘 多少精彩让人照明 中国故事 中国美丽 长江黄河 深州万里 中国故事 中国美丽